我们团队人数不多 就那么几个 但是呢 其实相当精干 因为刚好都是学有的专长 有的搞财经的 有的搞外交的 有的搞内政的 有的搞军事 有搞什么的 所以然后刚好又有一些 共通的这些题目在那里 那我们就聚合起来 那所以我们时不时发表东西 那等一下我在讲话的时候 经常会提到 我们团队 我们团队 使得就是我们这些人 所以我做一个disclaimer 我们只代表我们自己 我们不代表任何其他的人 团体 政党 组织 国家或国际组织或公司 这样清楚了 好 那么我们的团队呢 这几年下来呢 应该说是战绩辉煌 我们不是刚刚讲说 我们会公开发布 我们的一些观察分析跟预测吗 我们后来非正式统计一下 这七年下来 我们团队做的预测 有关两岸关系的 大陆政局的 跟中美台关系的 我们讲对的重大事件 不少于七十次 七年七十次 谢谢 那么很多东西呢 后来我们 我先这样说 我们很多事情前面讲的时候 大家都不相信 不但不相信 还开口痛骂 我们被骂得已经习惯了 我等一下就给各位看具体例子 那么后来呢 因为我们讲了多了 那有人也知道我是团队议员 就说你要不要出来演讲 所以我从2012年6月 开始讲相关的题目 所以这个题目 我从最早的那个版本 我等一下稍微给各位看 从最早版本到现在呢 我大概讲超过一百场 大概超过一百场 而且有趣的是 我的听众大部分是台湾的大陆学生 大部分 当然台湾学生也很不少 但大部分是台湾学生 然后讲了多了呢 政府单位知道也请我去驾 所以这是我来到这边的一个原因 那么我先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是大概七年前 我讲相关题目的 第一个版本的大纲 非常简单 这是第四版 已经复杂一倍了 这个不急了 等一下你的电池会不够 这是第七版 这是第九版 这是第十二版 那么这次为了来美国 要做巡回演讲 所以我设计了第十三版 各位要拍 这个可以拍了 那么我的PowerPoint 各位看到一下 你眼镜好 可以看到左下角 我一共三百六十页 所以每一页讲一分钟呢 我们要六个小时 第一呢 所以我没办法讲那么多 所以中间很多地方会跳 请各位见谅 第二就是我的PowerPoint 欢迎拍照 但是我PowerPoint分成两类 文字都可以拍 图片请不要拍 文字都是我写的 版权是我的 没有关系 图片我是网络截图 我问过律师 可以用不可以传 所以我这样是用 各位拍就是传 我讲到办法被抓走 那就你害的 所以请各位帮我忙 不要拍图片 我被抓走的时候 我说他他他他你要抓他他害的 我会把你扯进去 所以很快我带大家看一下 那么我们这个 我先把结论告诉各位 因为我们讲的是习近平改革 美中贸易战跟两岸关系 我先把最后结论告诉各位 我们再倒回头去说 第一习近平的改革 没有中共宣传跟外界想象的那么顺利 这是第一个 而且我们从一开始就这样讲 大家都不相信 现在大概基本上变成共识了 但是呢我们仍然认为 他是想改革的人 只是在很多时候发现 他真的走到内部就发现 第一事情没有他想象那么简单 第二呢 内外情势交逼之后呢 有点骑虎难下 所以我们仍然认为说 他的初心是要改革 但现在有点走不下去 那么使得他走不下去呢 很关键的原因就是 我们团队的利 为什么会这么厉害呢 因为我们会抓很多领先指标 我们会抓一些leading indicators 或者leading indices 我们看到这些东西 我们再把几个这种leading indicators 找起来之后呢 我们就做一些推演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呢 是领先于别人的 等一下我就展示给各位看 事实上今天的报告当中呢 我也会做一些预测 所以欢迎 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做笔记的习惯 如果有的话呢 欢迎做笔记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将来讲对不对 你可以拿出来看 那么再来就是我们 第一呢 我刚刚讲说习近平的改革 第二呢 是美中贸易战 美中贸易战认真说起来呢 是去年的三月下旬 当川普签了301之后呢 才正式开始 我们有track record的 我们在去年1月2号去讲说 从现在迹象看起来 美中贸易战是 unavoidable 我们是1月2号讲的 那等一下我们就具体说 那么美中贸易战 我可以先把结论告诉各位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今年3月1号以前 两国之间签出一个 some kind of agreement 应该几率非常大 但基本上呢 川普对中国呢 还是on probation 所以我们的看法就是 这是一个回合的结束 但不是整个战争的结束 那第二点就是 我们早在去年 川普签那个贸易战之后 大概一个月 大概四月份 我们就说看来 川普的这个目标呢 恐怕不止一次 所以大家都说 川普打的是贸易战 我们说不是 他打的是贸易战 货币战 科技战 经济战 跟价值观战 我再说一次 贸易战 货币战 科技战 经济战 跟价值观之战 我们从去年四月份开始讲 去年九月川普在联合国演讲的时候 已经差不多把这意思讲出来了 但是当时因为国际社会笑他 他在这个联合国里面没有讲得很完整 他说没关系 过一段时间 我的副总统会讲得更清楚 十月四号 彭斯出来讲话 讲的就是我刚刚讲的那几个方向 所以我说 我们看那些leading factors 然后这些让我们做了些 比较有趣的推论 我们很多推论呢 是开头 大家一看觉得是匪夷所思 我等一下会具体的给各位看 但是后来出来呢 有的时候连我们都吓一跳 我们说怎么 我们又好像被讲 又讲中了 我们不说我们每次都对 没有人每次都对 各位看到我刚刚在准备演讲的时候 我拿出来的是一叠资料 有刊物了 有资料 有文稿的呢 我拿出来的不是水晶球 所以我们没有那种能力 但是呢 我们凭材料讲话 等一下我就展示给各位看 我们看到哪些材料 然后我们看到什么东西 我们怎么看的 大家看到东西我们都看到 但是我们有比较强的搜索资料的能力 我简单描绘一下 在座没有看过钢铁人这部电影的请举手 我看一下 钢铁人 Iron Man 好 那有空你们随便看就行了 钢铁人最impressive 当然就那套搜 对不对 第二个impressive 就是它那个实验室跟工厂嘛 室内工厂嘛 对不对 开讲那个就出来了 然后就立起了 这边一个那边一个 然后是销区这个 增加那个什么等等 对不对 很厉害 我们团队在平面上大致做出来 我们研究的是中共 我们研究的不是那套suit 我们研究的是中共 我们用了三百多个指标 一般我们会用到一百多个指标 所以我们看东西呢 看得非常广 另外就是我们有这个 mainland connections 我们到大陆里面有朋友 他们不是会定期不定期呢 会传资料给我们看 怎么传点我会给各位 方便的话 给各位介绍一下 所以这样就使得我们团队呢 在很多地方比较突出 那最后问题 就是大家关切了两岸关系 我先把结论告诉各位 两岸关系呢 在我看起来 从来不是只存在于两岸当中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两岸关系往往是大国互动的结果 那是第三点 两岸关系又不是大国互动的全部 那这样翻的白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很早就说 两岸关系呢 受美中之间的互动影响非常大 但是两岸关系又不是美中互动的全部 那么落实到今天就是这样子 美国拿台湾当筹码 去对付中共 中共又何尝不是拿台湾当筹码 去对付美国呢 所以台湾很难受 但是我老实告诉各位 台湾的地理环境跟政治背景 使得它无法脱离这种drama 但是我把最后结论告诉各位 虽然如此 但是这两个大家伙在打来打去的时候 台湾这段时间空前难受 但是空前安全 我再说一遍 空前难受 但是空前安全 我不是说不会有什么起伏啊 不是什么 我这个人呢 我们专业研究很多 然后有的时候碰到一些财经的一些因素出来 可是我发现我这个理财非常糟糕 做了这么多年研究呢 虽然我们看到一些财经指标的变动 我几乎从来没有把这些变动的 跟我个人的金融理财结合 所以错失过很多机会 我等一下再讲 不过最近我抓到一次机会 我在去年年中的时候 把港币处理了 因为我的存款里面有一部分的 这个港币的水位 我会换情况不对 我先把港币处理 他说你为什么处理港币 港币不是跟美元挂钩 我们晓得 但是呢 我现在就怕黑天鹅 因为怕黑天鹅 所以我先处理港币 因为 对 有人同意我的见解 因为我们当时看到 中共万一真的守不住的话 它第一个弃走了应该是港币 它会保人民币要弃港币 当然现在还没有 但是因为我一般理财比较迟钝 所以这次我领先做了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看到一些东西呢 这个一方面就是我们可以了解 大陆局势两岸关系 甚至美东台三边关系 二方面就是 对你个人的理财各方面是有帮助的 当然我并不是为了帮助各位理财讲这东西 那我们的专业呢 还在谈两岸关系 所以回到我们的题目 这个呢 是我这次来美国呢 专门设计出来的大纲 我很快带大家看一下 第一第二部分比较理论 我就不多说了啊 改革者的困境 中共政治特色 二三四五分别是四个人 代表我们团队 对那段时间中共政局 我们认为最核心的四个人 分别是王立军 薄熙来 江泽民 跟周永康 然后第六开始呢 就是中共的十八大 十八大开完之后 习近平李克强上台 然后对中共政局产生了很根本的影响 然后再来是习近平上台之后呢 去进行改革 碰到什么样的困难 在这个节骨眼上 爆发了周永康案 然后呢 整处军队 整处军队我就不能细说了 就讲几个重点就好了 十一呢也不会 时间不够就不会多说了 这是两个重要的人物 十二性很关键的问题 习近平会不会被暗杀 会 不一定死 他被我们团队讲说 他被杀了 被尝试暗杀三次之后呢 这个香港的一个台讲说 被杀过六次 但是他目前为止运气都很好 我们会讲另外一个运气 比较不好的 我们后面会说到 所以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就是两年前的十九大 我们为什么花这么大篇幅 讲十九大呢 因为这个跟今天大陆局面 跟台美 这中美台三面关系呢 非常密切 所以我们花比较大的比重呢 谈这个 十九呢 是我们在2017年 十九大召开前后呢 我们就先推估说 习近平的第二任 他会碰到哪些问题 在那大体上呢 都被我们说中了 然后二十呢 就是习近平跟川普的这个博弈 然后怎么影响到两岸关系 这地方呢 我们也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来讲 因为他今天切身相关的题目 好 各位明白我结构之后 我们就从这里开始了 各位有兴趣 这一页可以拍下来 这是大概五六年下来呢 这个习近平利用反贪腐的名义 抓下来的这个非常高阶的官员 第一个是孙政才 这个重庆的市委书记 第二是黄新国 天津 周本顺 河北 第四的郭博雄 第七的徐才厚 是原来江泽民时代的两个军委副主席 另计划呢 原来是胡锦涛的大秘书 最后呢 做统战部长跟政协副主席 原来有机会进到政治局常委 最后呢 插一步 然后被抓下来 所以我们刚刚不用讲了 是这边位阶最高的郑国级的干部 那么曾经是政治局常委 兼政法委书记 那么在下台之后 没有多一两年的时间呢 被抓下来了 然后薄熙兰呢 是原来同庆市委书记 有机会问鼎总书记的 就失之交臂 然后现在身系零无 排名第九的防风会张扬呢 是两个三星上将 在去年八月 八月底被抓 所以各位光看这一页呢 各位一般来说会得到这个结论 在十八大到十九大之间 就中共的两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间呢 习近平 李克强 王岐山 大打贪腐 大抓贪官 然后等等等等 所以大家一般有个印象 媒体好像也都是这样说的 习近平大权在握 改革顺利 所以大陆情势蒸蒸蒸日上 不好意思 我们团队在这三点都是有保留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为什么我们的看法会跟人家差这么多呢 我们现在长话短说 最重要就是 七年前爆发了重庆事件 这事情固然超出我们当时想象 但事件爆发之后呢 我们很快就做了很有趣的推案 讲起重庆事件 各位可能还点点印象 如果你还点记得的话 你脑袋里浮现的第一张脸孔是这个人 这个人是重庆市的副市长 原来的公安局长叫王立军 你脑袋里浮现的第二张脸孔呢 是薄熙来重庆市委书记 所以大家想当然而会认为说 这两个人就是重庆事件的主角了 我们不太同意 我们认为呢 在重庆事件当中 跟大部分事情一样 中共是有意误导的 因为它并不需要人家看清 它内部的真相 在我们看起来 七年前爆发的重庆事件呢 它不过是十八大的前哨战 中共每五年开始全国代表大会 2012年呢要开十八大 然后前两年2017年呢 开了十九大 所以重庆事件在我们看起来 不过是当年要开了十八大的前哨战 我们因为这件事情呢 而做了很多很有趣的预测 可是当时是非常惊悚的 我先帮大家很快回放一下重庆事件 12年2月6号 重庆市的副市长 原来的公安局长王立军 扮成女人 跟朋友开车 从重庆向西逃到成都 进入美国领事馆 申请政治避难 原来我们以为 美国无论如何 都会给他政治避难 三几个小时之后 美国竟然把他推出去 让北京国安抓走 当时我们大吃一惊 所以我们立刻开会 三天之后 我们得到第一个结论 我们说 看起来薄熙来会倒霉 所以我们就发布了 薄熙来会倒台 各位很难想象 我们被全世界痛骂 造谣声势 惹是生非 抹黑中国 唯恐天下不乱 上权辱国 CIAFBRKGB M5M6 全骂完了 我们不为所动 我们继续开会 大概十天左右 我们发布第二预测 我们说周永康会下台 再被骂第二次 CIA抹黑等等 我们不为所动 就在骂声当中 一个月零五天之后 三月十五号 薄熙来倒台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验证 但是周永康倒台呢 还得两年五个月 换句话说 我们领先两年五个月 我们后面再讲细节 然后薄熙来就被抓了 当年年底薄熙来被双开 第二年被判刑 现在在坐牢 这一页各位有兴趣 请拍下来 这个非常关键 这是当年九月份 官方公布的薄熙来的罪状 违反党纪了 滥权了 收缩贿赋财物了 然后跟女性保持 不是那种关系的呢 我们看到第七的时候 我们说可圈可点 这才是真正的罪名 其他 我们当时当然不晓得 其他包含什么东西 琢磨几个月之后 慢慢也就想通了 怎么想通 我们等会再说 但是我们真正的其他呢 做了两个预测 各位有兴趣可以写下来 我们说除了这其他之外 还会有其他的其他 第二 所有这些其他之间 都可能有其他 不可告人的关系 各位听懂没有 好 好了 那么公布完罪状之后 法庭的判决只有三点 受惠贪污跟滥权 然后判无期徒刑 好 这个我们不解释了 各位有兴趣拍下就好 这个不是我个人的见解 这是国际上 大概研究中共的学者呢 对于中国大陆政治特色的 一个基本共识 比如说崇尚斗争哲学了 对权力过度执着了 一党专政了 然后生活政治化了 高级民族主义大气等等 好 那现在让我们回到重庆世界 这是我们的第一男配角 王立军 这张照片呢 台湾出来的人比较少看到 王立军是什么人呢 83年入警 87年入党 获得过多项龙贤 原来是政治明星 这么一个政治 他有名到什么地步啊 地方电视台拿他拍电视剧 像不像 所以国内外媒体聚焦 结果这么个政治明星 竟然在2012年 要戴上假发扮成女人 逃到那边去 申请政治庇护 结果美国没有给政治庇护 我们非常惊讶 我们就推了记者去问美国 当时他们开记者会 我们就推了记者去问 你为什么不给政治庇护 我们等会再回答那问题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美方发布了一个消息 这个请各位拍下来 这个非常关键 美方透过这个大记者 在座有人可能认得他 或者至少你会知道他 叫Bill Gertz 现在还在DC 非常活跃 他有个网站叫 Washington Free Beacon 那段时间他发了多篇文章 这是几篇文章综合 他说 根据官方消息 王立军呢 提供了多方面的材料 其中包括薄熙来 在谷开来贪污的材料 周永康贪污的材料 跟博州怎么样相互勾结 密谋政变 准备用一到两年的时间 先用文工后用武斗 把习近平斗下来 让薄熙来去抢班 最后就是他说 你们美国不是想知道说 中共怎么样镇压法轮功吗 我现成说法 我告诉你 我们怎么干的 琢磨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才想通 为什么美国不给政治避难 因为我们赫然发现 一个礼拜 就整整七天之后 习近平要访问美国 美国第一呢 希望他来 如果给了政治避难 习近平恐怕就来不了了 所以美国希望他来 就不给他政治避难 这是第一点 但是美国政府 比我们想象中 还聪明一点点 第三 习近平即将访美 美方对习 有所期待 对习近平进行政治投资 并且希望透过这个投资 对于中共政局产生影响 我们这句话 七年之后 还是站得住脚的 细节我现在先不说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步呢 我们就晓得 王毅君的未来 大概只能是黑白的了 这是第一 男配角 第二 男配角 男生不要说了 各位女士 帅不帅 对吗 你知道他多高呢 一米九 一米九 高干子弟出身 然后这边是他那个政治生涯 这我就不细说了 这个人呢 有相当的能力 但是心眼也比较坏 他在老百姓当中官生非常好 在同财当中呢 民生非常坏 大家说他嚣张跋扈 这是最重的评语 但是他既然在政治上 有这么大的野心 所以我们后来把他的策略 整理一下 他的确有一套 争夺最高权位的策略 这也请各位务必拍下来 这个策略我们把它称为 入常争权的策略 进入常委会 争夺权位的策略 地方建设了文宣造势 唱王打开 这我不细讲了 比较厉害是第四点 他晓得同财之间 这个名声不好 但是有长官可以提招他 他看中的是已经下台几年的江泽民 跟刚刚下台不久的周永康 他去争取他们的支持 希望他们能帮他 这个呢 我先把它称为周永康模式 这个模式内容 我等会儿详细说 他拉拥军方 这会儿就不细讲了 陪着他去看这个一个演习的 右边这个军装的呢 叫梁光烈 军委委员 当时的国防部长 各位看一下 薄熙来跟军人站在一起 光的脑袋 比军人戴的帽子高上一大截 一米九 人家说 他长得像总书记 坐得像总书记 站得像总书记 说话像总书记 连走路都像总书记 像不像 结果当时呢 我们就接到大陆朋友打电话来说 2012年2月份说 听说会有政变 我们说怎么可能 清贫世界朗朗乾坤 何来政变之有 2月上中旬 我们看了一些 看了一些领先指标 我们打电话回去说 好像你说对了 好像你说对了 但是怎么政变法 我们搞不清楚 有任何消息告诉我们 2012年3月17号 他连夜打电话出来 有政变 对不起 19号 连夜打电话出来 有政变 我们等会再说 所以我们在2012年2月6号 看到王立军被抓的领先指标之后 我们就预测薄熙来会被抓 拖了一个月零五天 这件事情才公布 所以2012年3月15号 中共中央宣布拔薄熙来 拔王立军 那么我们晓得 薄熙来的政治生涯 这时候真正结束 这里 所以3月19号 朋友打电话出来说 有政变 大量解放军入城 军车入城 然后说解放军跟武警交火 然后控制武警之后呢 把多个要害部门全部换缸了 原来是武警占了缸 后来变成解放军占缸 我们本来有的事情会闹得很大 就很快就米平了 所以走到这步 我们明确知道薄熙来的未来 黑白的 这是第二男配角 那么第一男主角是谁呢 为什么重庆事件的第一男主角 会是远在北京的江泽民呢 他已经下他好几年了 对不对 这也请各位拍下来 我们想的问题是想了好一阵 后来才发现 中共过去历届领导人 在下台前后呢 好像都会留下心病 什么叫留下心病呢 就是他政策到晚年的时候 好像都犯过重大错误 然后他又很担心 他身后呢 这个错误被人家纠正了 他被人家鞭尸 所以等于是他这身后的政权保卫战 那么对毛泽东来说 这个心病呢 叫做文革 对邓小平来说 这个心病叫六四 所以这样才让我们想到说 那江泽民有没有心病 这是毛泽东跟红卫兵 这是被斗争的刘少奇 这是毛泽东的两支伏笔 邓小平上台之后 晚年呢 酿成了六四世界 然后这邓小平两支伏笔 那我们刚刚讲说 这个江泽民的心病 我们先回头讲一 谈另外一个问题 江泽民理论上 到2002年 他的任期已经届满 必须下台交班 我们就很详细看说 他到底交班不交班 后来我们发现 2012年开十六大的时候 江泽民的做法是 交职而不交权 我们看了很久才看懂 怎么叫交职而不交权呢 我先把结论告诉各位 各位有兴趣写了 可以写下来 他的做法就是 从中央到地方 从文官到武官 安插他的人马 继续执行他的政策 虽然他已经下来了 再说一遍 中央到地方 文官到武官 安排他的人马 执行他的政策 翻成白话就是 架空了即将要上台的 胡锦涛跟温家宝 原来我们也不太相信 后来看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确定了 给我回想一件事情 2008年5月份爆发汶川地震 地震爆发中没有几天 总理温家宝飞进去了 要救灾 然后发现说 都没有军队进来 就打电话叫军队 各位还记得反应吗 军队不来 军队说天后太差来不了 温家宝说 我文人总理都进来了 你军队进不来 最后气到摔电话摔两次 过了几天 中央军委的军队真的来了 谁带兵呢 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带兵 郭伯雄带兵到了四川之后 到了汶川之后呢 然后就开记得会 坐在台上面 然后上面挂个红布条 救灾总指挥 那不好意思 前两天打电话的人 叫什么名字 总理不是救灾总指挥 你一个军委副主席 变救灾总指挥了 这是第一大罪状 第二大罪状 人家问他 他说我听老领导的 我听老领导的 新领导是谁 胡锦涛 胡锦涛那时候上台几年了 六年了 六年了 所以我们前面的观察是对的 胡锦涛温家宝被架空了 很多大事做不成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江泽民呢 就靠着从中央到地方 安插人马执行政策方式 架空了胡温 比如说十六大的九个常委 除了胡锦涛温家宝 不是江自己安排之外 其他七个都是 这七个人当中有两个样子 特别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个是曾庆红 到今天2019年为止 曾庆红依然是江泽民的头脑跟左右手 这是第一点 各位要记得的 第二点就是排名第九的罗干 虽然排第九 但是并不是最不重要 因为他兼政法委书记 指挥公检法司国安 用大陆话来说叫这个沙皇 政法沙皇 或者说东厂头目 两种说法都有 那么也就是说前五年 江泽民靠着这种插手人事布局的方式 架空了胡温 然后实际掌控大权 五年之后如法炮制 不同的是少了一个人而已 好了那这样问题就出来了 江泽民为什么要这样干 第一要保持政治权利 为什么要保持政治权利 我们会不会想一说 第二我们才很惊讶地发现 好像他的心病是镇压法轮功政策 当时我们看到都吓一跳 我们说不会吧 法轮功不就一个气功吗 有什么这么值得注意的呢 后来我们才发现 问题比我们想象中要来得大 法轮功在大陆上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今天国际上依然如此 可是如果不了解这个问题的话 你真的不了解中共证据里面 很核心的问题 说我们还得花几分钟时间呢 介绍一下 大家讲到法轮功 又看到中共现在的态度 都以为说法轮功在大陆上 一传出来就立刻打为邪教 开始强力镇压 不是如此 法轮功在大陆上传出来 是1992年 被镇压是99年 有七年的时间 官方第一 没有镇压法轮功 第二 是正面报道 甚至是有限支持 我证明给各位看 这也请各位拍下来 中共是掌控媒体的 所以在这个媒体当中 它不喜欢的东西 绝对不会正面出现 如果有东西 能够七年正面出现的话 表示它并不讨厌它 甚至可能喜欢它 这个网站 各位自己上去看 有无数当时 在大陆的各种媒体 有关法轮功正面报道 譬如说 98年5月中 央视了两套节目 报道国家体育总局 巨大武少组 视察长存法轮功 节目时间10分钟 这是罕见的 下一页不能拍 这就是武少组 在譬如说98年 上海电视台 也正面报道法轮功 这也请各位拍下来 因为法轮功传得非常快 非常广 所以中共也非常惊讶 就开始进行调查 98年呢 派出了医疗调查小组 最后呢 发了问卷 收回三万多份 然后做出总结 下面这也请各位 一定要拍下来 各位不会相信的 官方说 修炼法轮功人 不分性别年龄 不管你得什么病 不管你病多久 修法轮功之后 治病效果显著 基本痊愈的 百分之七八十 大幅改善的百分之一二十 仍然有二点 百分之二点一的 没有改善 官方说的 官方高兴之余 就在全世界开新闻 就对全世界媒体 开记者会 当时报道这个记者会 最有名的是 U.S. News & World Report 99年2月号 然后当时呢 有两个退休的老干部 一个叫乔石 一个叫李瑞环 两个人当年都有机会问鼎总书记的 对法轮功都做了正面讲话 但是江泽民还是动手镇压法轮功了 这里呢比较惨烈的呢 就是活灾器官的问题 活灾器官是2006年3月份传出来的 传出来的时候大家都不相信 后来这两位人权律师 左边的这位叫乔高 岳本叫麦卡斯 两位都是加拿大人 乔高呢 在加拿大政治地位非常高 他原来是下一院的议员 二十几年 然后兼任过副议长 然后同时呢 还担任过外交部的这个几个司的司长 接走之后呢 他们说 开头他们也不相信有这种事 过了大概半年左右吧 他们说我们被说服了 所以一年多两年之后呢 出了左边这本书 右边是翻译版 这本书出来之后呢 就有多本书跟进 然后有多部电影跟进 从不同角度揭露了这件事情 这就是他们的报告 他们报告最关键是这句话 法轮功学员的重要器官 或和肾脏肝脏眼角膜心脏 被强制摘取 而且高价出售 这是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价码 那么这是当时的几个医院 好了那么官方说 有但是我们用的是死刑犯 人权团体不服气 就把官方公布的每年的死刑人数 跟每年的官方登陆的肝脏移植种植做对比 蓝色减到红色 就是那年来源不明的器官数量 这样加起来我们看到最小的数字是4万例 所以后来就有多个角度揭发 多个来源揭发 最有趣的是卫生部的副部长黄杰夫 出来公开承认过这件事情 15年3月份 他说死刑器官移植形成利益链 变得肮脏 周永康落马 他打破这种利益链 换句话说 他直接承认政府有介入 然后主导人是政法系统周永康 但是我也必须跟各位说 他承认过一次 后来人家拿视频给他看 他否认过十次 那么我们就看见 中共镇压法轮功的事情 变得大家非常关切 所以国际上把它称为法轮功现象 那么大家就问说 那么为什么镇压法轮功呢 中共说你们人多形成危险 法轮功学人不服气了 他们说 师父让我们修认真善人 做好人多么好人 修认人多不就好人多吗 那你怕什么 最后反问一句 什么样的人怕好人多 请问各位 什么样的人怕好人多 坏人吗 第二呢 中共说你们是邪教 为什么 因为你们自焚 访问学人说 我捏蚂蚁都想半天 怎么自焚呢 中共说 你们师父让你们自焚升天 访问学人说 我们师父叫我们 就是去修炼上去 是什么时候说自焚升天呢 我们所有东西 每一个字网上看得见 哪个地方是叫自焚呢 中共说我不管 反正01年 1月23号天安门前面有五组法轮学人自焚了 还有录像 各位上网可以看到官方的录像 录像出来之后 举世哗然 所以很多人权团体看完之后呢 用慢动作详细看 就反派六部片子 把很多问题挑出来说 好像不是自焚 是他焚 也就是被烧死的 法轮学人说要自焚的话 第一没有自焚 第二要自焚的话 我会到天安门前面去啊 那天安门前面自焚被你扑灭了 我不就自焚失败了吗 自焚失败我就不能修炼了吗 不能修炼我就不能升天了吗 我要升天我当时躲到三里自焚比较快嘛 再说全世界一百几十个国家 都有人修炼法轮功 为什么别的地方不自焚 就是说中国又是天安门前面自焚呢 一百个国家都修炼法轮功都自焚 那到处都吹烟鸟鸟了吗 所以法轮学人说没有这事 然后中共说你们是邪教 法轮学人说你好像比较更像邪教 然后中共说你有外国势力别有支持 法轮学人说你不喜欢人 你都是有外国势力别有支持 你当年就有 你当年不就接受苏联支持吗 法轮学人部分的回答说 你会这样做 因为你是权力有病态式的敏感 然后我们是真正信神的 我们是不会明明白白去做坏事的 所以我们双方既是思想的对抗 又是政协大战 那问题是中共官方最后 谁公开镇压法轮功 周永康 周永康是什么人呢 他原来跟公安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是石油人 石油大学毕业 石油系统工作 到99年 突然间转任四川省委书记 当时我们有点惊讶 我们不明白为什么 在四川他残酷打压法轮功三年 这时候我们才明白 三年之后呢 又转回北京 升政治局委员兼政法委副书记 这时候我们猜到了 我们说看起来他准备接班了 国不其然 国不其然五年之后 五年之后 罗干退休 周永康升政治局常委 兼政法委书记 掌控政法 这时候我们才看懂 我们发现原来整件事情是 江泽民安排周永康接班罗干 继续打压法轮功的政策 这个叫做我们讲的周永康模式 但关键点是哪里呢 这个周永康模式被薄熙来看动 想要如法炮支 差一步成功 那薄熙来为什么倒台 我们一会儿说 所以那段时间我们就看见 这个当时的总书记胡锦涛 在隐忍了十年之后呢 终于利用王立军事件 开始回头呢 进攻江泽民派系 我们一直以为非常顺利 这我就不细说了 这是大陆网站出现的画面 各位都很难相信 我们一直以为胡锦涛会大获全胜 到了2012年6月份 我们才发现 江泽的实力比外界的评估要大得多 胡锦涛实力远远没有外界那么强 所以双方打成平手 打成平手之后呢 就能够开会 然后就可以 就可以让习近平上台 所以现在我们很快 把十八大之前僵局呢 我们总结了一下 简单说就是2012年2月份爆发的重庆事件呢 它的核心真相其实是 江泽民为了确保增压法轮政策不受清算 准备在十八大上继续在十六大 十七大的做法 在这个时间点上 跟胡锦涛习近平爆发争斗 这样才引爆了重庆事件 不过不管怎么说 至少习近平跟李克强上台了 好 这也请各位一定要拍下来了 习近平虽然上台 但在没有上台前呢 我们就把他情况做一些分析跟预测 我们当时一个最重要的预测就是 他不是两派的首选 他也不是江派的首选 也不是胡派的首选 也就是说他是妥协的产物 妥协的产物有什么特色呢 他会是一个政治上的弱主 我再说一遍 他是政治上的弱主 第一他的政治权力是不够的 第二他想真正改革是改不动的 所以我们就自问说 如果换了我们是习近平的话 我们得做什么 我们问了很棒的问题 我们说得做什么 我们说第一件事情 他就必须想办法巩固权力 对不起 夺取权力 并且巩固权力 那我们就问了 如果说习近平上台的时候 那个氛围是从中央到地方 从文官到武官 都是江泽民安排的人马 要准备架空他 跟架空胡锦涛一样 准备架空他 他能怎么样夺权 我们团队的一个特色就是 我们可以问出很尖锐的问题 然后我们可以找到 非常特别的答案 所以想来想去 我们说看来他能够做的事情 就是反贪腐 他是2012年11月上台的 我们最早提出的观察 是2012年9月 也就是没上台前 我们提出的论断 到10月份他上台前两个多礼拜 我们说恐怕不止一次 第一他的反贪腐不是真的 会有下限跟上限 这地方我不解释了 第二就是 原来中共政局的主轴 是胡江两派的斗争 现在胡锦涛下去之后 就会转成习江斗争 如果中共政局的主轴 是习江斗争的话 那么反贪腐会扮演什么角色 我们问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答案就非常清楚了 反贪腐会是习近平上台之后 拿来打击江派的 最主要的政治工具 我们说2012年11月讲的话 为了证明给各位看 我们发表在这里 我们发表在新纪元的303期上面 出版时间是2012年11月 反贪腐要到2013年3月才开始发动 光凭这个时间点 我们都领先四个月 换句话说 我们找到很多领先指标 能够帮助我们做一些预测 而各位回想一下 大部分过去五年的政局 是不是就是反贪腐打人 他没上台前我们已经讲了 我们已经预测他会这样做 等一下我再告诉各位 他的成绩 我的电脑技术不是很好 这是我PS最棒的一张图片 我不能不给各位看 然后第二年的三中全后 我们就预测他没有办法推出改革 因为他实力不够 这我就不细讲了 就在这个节目眼上 突然间爆出消息说 周永康被抓了 我们在2012年2月20号讲的话 在这个时候实现了 实现的时间是2014年7月29号 所以我们领先了两年五个月 那官方说周永康的罪名是什么呢 请各位把这页拍下 这个非常关键 我们就猜 我们说他会用什么罪名 去起诉周永康 第一是贪腐 第二是婚外情 第三可能有杀妻 第四可能有杀人 但最关键是你要横线 我们说横线以上的罪名 很容易丢出来 横线以下的罪名 绝不轻易丢出来 但是横线以下的三个罪名 政变罪 反党集团罪 迫害法轮功的反人类罪 恐怕迟早会丢出来 但是当这三个罪名 被一次丢出的时候 我们看见习近平 每多丢一个罪名 叫多抓一批人 每多抓一批人 叫多冒一分风险 所以习近平只会在两种 极端情况下 丢出这三个罪名 第一个是 他权力十分巩固的时候 他会丢罪名出来 第二是权力受到极大挑战 火烧眉毛的时候 他会丢这个罪名出来 所以各位记得了 当各位看到未来 不管是周永康 或是其他的高官 被丢出这种罪名 而且文字非常清楚的时候 他应该意味着 习近平的政治是非常危险 这是我们的另外一个领先指标 而且这个做法 不是只针对周永康 可能针对将来其他 会被抓的高干 所以他这个应用范围非常广 你不要看他只是一页 周永康的贪腐呢 数字非常惊人 光凭这一页就超过一千亿人民币 这一页 这是官方公布他的罪名 各位看看最后一点 其他 我们前面预测其他出现第二个了 但是他原来讲的活灾器官的事情 好像没有被讲出来 周永康虽然已经退休了 退休之后被抓 他对于江派来说呢 依然是很大的打击 所以江派必须反击 到那个时候为止 我们整理出来江派的反击手法 有这四招 第一呢就文宣抹黑习近平 第二就是江派利用手上的人脉 跟剩余的权力 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外交 要港澳跟台湾七大战线上面 制造困难逼习近平下台 再来习近平不是反贪腐吗 我们可以借刀杀人 最后实在不行 我们会政治暗杀 这四招目前都用过 但是习近平吉恩奸相 目前还没被打到 我们等一下再往下说 各位就比较明白了 所以习近平就要对江派继续开刀 然后关键点之一呢 就是夺军权 这边我不能细讲 但有几个问题 我们还是要得看一下 这个人叫总后勤部的副部长 古俊山 事案金额三百亿人民币 从他呢 就连到了军委的副主席徐才厚 徐才厚 贪污多少钱我们不知道 但贪污的钱有多重 我们晓得一公顿 这个人呢爱好玉石 所以底下人的贿赂呢 除了送钱之外的也送玉石 这个是玉雕墙啊 玉雕电视墙啊 不是壁画 我的野心比各位大 我的看法是 看得见摸得着的都不是大钱 这是某一栋豪宅的某一个地下室的某一个房间的某一个角落的某一堆钱 有一张照片我没有找到 这两边呢是档案柜 也都塞满了钱 更好笑的是 军纪委来抓的时候 除了查这些钱之外 还找到一些这个牛皮纸包 一打开有的里面有名片 就抓了 再打开有的里面不但有名片 还有履历表 所以各位记得了 千万不能做坏事 如果要做坏事不能付名片 但是不要做坏事啊 不能做坏事 我们是2012年3月份 说徐才厚或被抓 6月份才被抓 各位看看他们说什么 他说这个虽死 事案人员不会不了了之 因为贪腐身半明裂 我们问了一个问题 只是贪腐吗 我们问的问题 跟一般人问的很不一样 所以我们得到很不一样的答案 各位详细看但不能拍 右边这个人叫做薄熙来 对不起 右边这个人叫薄熙来 这个人叫徐才厚 各位看他们的手 请问各位 这张照片显示 他们两个是什么关系 亲密战友 先写凝成的友谊 对不对 我不是这样说的 闺蜜 闺蜜 只有闺蜜才会 实质紧扣 深深凝视 好颜抚慰 你失恋了 没有关系 下个会更好 这叫闺蜜 我们问的不是这个问题 我们问的问题是 为什么发这样的照片 我们问的是 为什么发这样的照片 你什么意思 我们前面都说他被抓了 现在你发这张照片 不是告诉我们说 你要抓两个人吗 对不对 好 各位看下一张 这家伙有个另外一个摇耳朵 所以我们当时说 我们应对 他要抓这三个人 也就是我们的解读能力 跟别人不一样 我们看见了很多领先指标 那个讲完之后 郭伯雄就很容易猜到了 所以我们问了同样问题 只是贪腐吗 各位看一下 抓完郭伯雄之后 解放军报说 郭徐贪腐害人听闻 但不是要害 要害是触犯政治底线 这不是我们六年来讲的话吗 我们从头到尾讲说 拿反贪腐作为 打击敌对派系的有利工具吗 现在官方告诉你了嘛 所以很多人说 习近平痛恨贪污 我真正痛恨贪污 把每个人抓害 你就真的痛恨贪污了 所以他的逻辑不是那样子 好 这也请各位拍下来 这是我们对军事问题的 真正的结论 如果江泽民时代两个副主席 徐国因为贪腐被抓 那谁提拔谁包庇的 那只是贪腐问题吗 还是根本有政治问题 习近平会不会追后台 后台会不会反扑 当然会嘛 所以习要抓后台 后台反扑 结论什么 两边会打得更激烈嘛 这就是我们当时看到的 后来也发生了嘛 这个我就不详细讲了 但是我给各位看一页 他的罪名的最后项是什么 其他 第三个其他了 我先跟各位预测一下 我们猜最后有八到十二个其他 而这些其他之间都有关联 这个我们不说了 好了 那么我们一直晓得说 这个在中共政策上面呢 会有暗杀 所以我们很早就拟一个暗杀名单 我们最早名单是三个人 六七八 习近平 李克强 王岐山 过了两三个月子 我们说不止不止 胡锦涛 温家宝 强力支持习李王 所以他们也在暗杀之列 就列了五个人名单 我们这五个人名单呢 在网络上传得很广 最后呢被美方看到 美方有个媒体提醒 我们说你们漏了一个 我们说谁啊 彭丽媛呢 彭丽媛呢 第一夫人 我们突然想起来 对 我们想法太宰了 美方的媒体也是对的 而且后来也发生了 我刚刚讲说 习近平遭受过六次暗杀 王岐山遭受过二十七次暗杀 这个人福大命大 目前都没事 我们说九命怪猫 他用了三条猫的命 这个还没什么 这个大概三年前 他出去 四年前了 现在说起来 他出去视察案子 等等 走到三西的时候呢 车队 啪 爆炸 第四车爆炸 然后被人家装了炸药 王岐山幸亏没事 他坐第二车 然后去经营厂 等等等等 我们看到消息之后 就想起看 看完怎么哈哈大笑 我们说什么时候了 还这样杀法 两千年前杀 秦始皇也就这样杀了吗 车队过去 找个人扔个东西 还扔不扔得中 扔不中 我就淘着夭夭 下次不是这样杀了 各位要不要写下来 无人机 我们都是讲到前面了 我们都讲到前面了 无人机 我们讲完之后 两个月抓到无人机 习近平到河北唐山 去视察 顺便祭拜唐山大地震 死难同胞 在现场抓到无人机 所以我们都讲在前头 所以将来还会有 我现在比较怕 在台湾用无人机杀人 但是这绝对可能 李克强也插脸被杀过 然后彭丽媛插脸被杀 所以他们就设了应变小组 这我不细说了 那么也就是 他们两个人争夺十分激烈 已经到达了这个割喉的地步 那讲到这里 大家就问一个问题说 他两个人会不会妥协呢 几乎不可能 就在这一页上 第一 这个制度使得两派是很难妥协的 第二 权力之争 开头江泽民不肯放手 现在习近平不肯放过 更何况他们两个 的确是可能有政策之争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 习近平上台的时候 其实是很危险的 他现在也比较 也还有危险 但是当年更加危险 所以我们就问自己说 如果设身处地 换了我们是习近平的话 我要怎么夺权 我刚才说了 恐怕只能反贪腐 那用谁去反贪腐呢 用王岐山 这个人果然也不负众望 打造这个雷厉风行 这也请各位拍下来了 所以这几年反贪腐下来呢 果然成绩斐然 这个数字是最近的数字 我回到两年前 也就是2017年 中共开十九大的时候 官方宣传习近平反贪腐的成效 他反贪腐当时造什么成效呢 官方说这五年的反贪腐 一共办了154万件案子 涉案官员153万7千多人 送交司法的58000人 我们团队更进一步 我不是说我们有很强的 这电脑系统吗 我们团队更进一步 我们跑了两万个人的资料 跑了两万人的资料 然后把这东西整理出来 我们整理什么呢 在这两万人当中 身份地位最高的文官跟武官 我们把这个跑出来了 文官我们挑副省长级 副部长级以上的文官 现在大概在200人左右 两年前是150 然后少将以上军官被打下来了 现在是66 两年前大概是50 所以加起来是200人左右 出头一点点202左右 还有一个数字我们很少公布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15名 当年是15现在是17 15名少将军官自杀 加起来是210几人 还被自杀在内 对 因为我们不能断定 比如说张阳就是一个例子 一点不错 你有好几个少将军官死得不明不白 还有人什么翻墙死 有人什么跳河死 有人什么跪地吊死 很多事情都很奇怪 不过我们不能这么细区分了 但重点我们发现什么 这些被打下来的高阶文武官员里面 70%是铁杆江派 好 各位都是反贪腐的 看到这件事情都觉得大快人心 对不对 我们问了一个很怪的问题 如果你是江派 你怎么看这个事 我们问的问题怪吧 对不对 如果你是江派 你会怎么看这个事 混蛋 这小子混蛋 拿反贪腐当借口来打我们的人 五年打成这样子 这家伙再干五年 我们会怎么样 死无葬身之地 所以江派结论是什么 十九大之前 一定要把习近平打下来 绝对不能让他连任 这是江派的结论 习近平知不知道 当然知道 他得到什么结论 我一定要再干五年 对不对 所以一个不让干 一个要干 那结论会是什么 激烈斗争 我们问的问题是 什么时候斗 什么时候斗 开会的时间 我们是倒算的 开会时间是2017年 大概10月份到11月份 一般传统是这样 那时候开十九大 照中共的规矩 是斗争完进去开会 不会在大会上斗争的 通常斗到什么时候呢 斗到那个大会前的 北戴河会议 通常是这样 那这次超过一点点 所以倒算回去 斗争最激烈的时间 会是2017年的 北戴河会议 倒算回去一年 也就是16到17的 两个北戴河会议之间 斗争最激烈 我们讲对了 这叫领先指标 好 我们再往下看 各位就明白了 所以反贪腐固然有很大的成效 那我们反过来说 反贪腐会不会有反效果 当然有 各位看一下 第一 官场反弹力度会越来越强 第二 经济受冲击 但重点是这个 请各位把这个拍下来 这就是习近平在未来几年当中 会碰到的重要问题之一 我们看见的是 有很强的反习力量开始浮现 我们不但看见反习力量 我们还分析反习力量 第一是江派的核心人物 第二是中央到地方的 数以百万计的贪腐官员 因为反贪腐的力量 在头上飞旋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杀下来 所以这些人反反贪腐 然后再来是经商的太子 第四是军中的反习派 好了 当这些人要结合的时候 习近平的问题呢 就变得很大了 那我们说 习近平会怎么回应江泽民的这些挑战呢 第一会集权 会越来越集权 第二会收紧舆论 第三呢 社会控制会越来越强 几年前我们在讲的时候呢 我的大陆学生不太相信 后来回来还跟我讲说 明老师你说对了 我怎么了 他说你知道吗 我先进出深圳 这是三年前的事情啊 三年到四年前他跟我讲 他说明老师 我先进出深圳 我不用刷护照 也不用刷这个身份证 我刷脸 我刷脸 我说下一步呢 恐怕连脸都不用刷了 刷步态 走路的样子 刷步态 他从步态就可以认出这个人 然后立刻可以拉出来 这个人是谁 他的什么关系 啪啪啪就拉得出来 再下一步要干什么 就要扫红膜 那么再厉害呢 就是各位去大陆呢 可能关键时刻 公交车上每一辆车 可能费一个武警 然后电车不用讲了 这个捷运一定是 一节车厢至少一个武警 然后你去逛百货商店的时候 那电幅机上 可能武警跟你交错而过 将来就走到这一步 北京打来的吗 不是吧 你不要吓我 好 很多细节我不多说了 这里我要说一下 社会公司包括收紧舆论 风批扁 这个各位在大陆生活的 如何感同身受 所以江派会怎么攻击习近平呢 李克强王岐山呢 这是前四招 我们看看后面的 好 这个请各位拍下来 这是江派会进攻习派的 另外两招 第五跟第六 银行挤兑 股汇在市崩盘 楼市崩盘 地方在爆裂 社会动乱 官民冲突 然后退伍军认抗议 我得解释一下 第五点 银行挤兑 股债市崩盘 楼市崩盘 这等等呢 应该这样说 如果我们的分析 没有错的话 我们认为 江派没有能力 制造这些问题 但是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 他们的经贸跟金融实力 足以加码灌杀 他们没有能力主动制造 但可以加码灌杀 我们讲完之后 没有多久就爆发了 我等一下给各位看 我们先看底下这个 社会动乱呢 今年会增加 大概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失业的老板 失业的民工 跟政府冲突的第一类 第二类呢 就是退伍军人 跟政府冲突 这是两大类 所以讲到这里 我提醒各位 这两年 没事做 少去大陆 然后再来 地方官员代工 太子让反习人数上升 香港呢 还可能会有动乱 这几年内 这个动乱 不是江派制造的 我再说一次 香港发生任何问题 很可能是本地因素 但一旦发生之后 江派会惨化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15到16的经济股灾 当时我们就看到 一些领先指标 我们就怀疑会有股灾 会有股灾 但是我们不确定 第一次股灾 一跌跌了好几百点的时候 我们都没看出来 我们就爆了一下 第二次股灾 再跌几百点的时候 我们在想通 有人搞鬼 所以我们说 疑似经济政变 现在官方已经大体这样讲了 而且我们在想通知 有福音的 我们说 我们不过来的 我们不过来的 客人在想通知